大家好,今天要來開箱的影片呢 是574的2018年的GYC 然後它是算JP的配色 那其實它原本的鞋盒是黑色的 黑色的牙齒鞋盒 不過因為我買的時候 它寄送到台灣 因為貨櫃被海關攔住 被美國海關攔住 所以就是有抽獻整個就爛掉 所以我就換一個美姿的鞋子 美姿的盒子 所以我們現在直接打開來看 然後這一雙呢 應該算是2018年的時候 就是汪姬那時候是Gray Day 還是什麼活動 就是它有推出了五騎士兩款 限定色的特別款式 那這個是JP色 就是Follow JP的配色 然後另外它同時還有一個 M574 GYB 它是Follow那個 990 V1的顏色 然後這一雙也是當初 會讓我想去 滿是購買的限定款 不過當時因為我並沒有買到 那所以就覺得很殘念 所以後來我在美國官網看到它還有 少數的現貨 而且是我的size的時候 我就立刻把它賣回來 然後我們還是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它 就是很標準 五騎士的血型 然後它用的這個材質 算是紐八哥的材質 就是 它不是吉皮 它是紐八哥的材質 然後N的話 就是 也是跟JP配色一樣 就是下面有一個藍色的底 然後上面是灰色的N 然後它這個車 車線就是它這邊有故意做一個圓角的 復古的這種車線的感覺 那背後這個鞋 鞋跟的這部分是用 也是用印字 跟牽扇一樣是用印字的方式 然後紋釘片是這種 比較像深的乳光色 那它的鞋帶是 呃 標準這種 灰色的鞋帶 然後 藍色的這種 鋼鐵藍頭網布 然後它的LOGO 就是 經典的 New Balance LOGO 然後 就是 因為它是五騎士嘛 所以就是印上五騎士 那這裡面的鞋墊是 應該就是標準五騎士的鞋墊 並沒有太更換就對了 所以它 其實穿起來就是標準五騎士的感覺 那這雙其實我 我自己本身是買了 買到現在大概一年多都還沒有 穿去 儲蓄過之後 試套過而已 然後其實我們現在看到這邊 它的車線呢 是像這一批一樣 它是用 兩條線的車線 那之後 包含後面這個 也是兩條線的車線 一般的那種 牽扇只有一條線的車線 那所以說它這個真的是完全 照那個 這批的版本去複刻它 那鞋底的話 應該就是 因為它畢竟是牙齒鞋的款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特別 然後這一雙要特別說一下 就是它的版型 特別特別的小 就算我這雙買大版號 我自己是穿10號版 那我買大版號11號 還是覺得它的版型很小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再找 這一雙2018年的 五騎士JYC的 五騎士GYC的話 我會建議你要大1號 那不過因為今年剛好是 五騎士的40週年 所以前幾天在討論區上面 有看到有網友貼出新的情報 就是它會複刻系列三個顏色 那會包含像這個 JP的配色 然後另外一個是跟1300 CLS 比較像的 就是它的這個 主色這邊會比較深一點 比較偏褐色 那另外一個版本就是把 網布這部分也改成 比較像茶褐色的感覺 那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 最近這些 五騎士40週年相關的情報 那今年其實 五騎士40週年 目前為止 除了第一波就是 有推出兩款 五騎士0的幾款之外 就是在 五騎士的台灣部分 也會先上市 四款 就是比較繽紛的配色 就是比較帥 我記得有紅、黃、藍、綠 這四款很繽紛的配色 那接下來就是會有這個限定的 顏色出現 我猜可能會是在 三、四月的時候吧 因為JP的 推出時間 差不多在那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 來留意看看 那以上就是今天 五騎士GYC的 為開箱介紹 所以 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留言詢問 那 也歡迎您訂閱我這個頻道 謝謝收看 掰掰